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在召开 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 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 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 以为指掌进攻 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 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 会使民众的坦坦冠冠被打烂 这是罗防会议期间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 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 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坦坦冠冠 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坦坦冠冠 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 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 毛泽东 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 向干西南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山区退却 1930年10月 蒋介石调集十万余兵力 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第九陆军总指挥鲁迪平 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 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 编成三陆纵队 以长驱直入分进合机的战术 向干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 本省加紧缴匪工作 分途会缴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箭报 面对来势汹汹的十万多大军 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 战争一触即发 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 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 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金汇 1930年10月 红军攻下吉安之后 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 原有的东固银行 以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 增加货币流通 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 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 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 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戒发行券 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获得干西南人民的支持 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 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 凭借的是东固平民银行 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 夏淑英的公共邱友文 曾担任东固平民银行副行长 夏淑英退休后 回到家乡东固 成为东固平民银行纪念馆的 志愿讲解员 将父辈的故事传递给年轻人 寂静的旧址 在当年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争相兑换东固银行的纸币 工农红色政权的货币 是非常的信任 老百姓们踊跃筹集的经费 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初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诸德指挥下 右敌深入 五天内连打两个胜仗 兼敌1.3万余人 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 1931年2月 中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中国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指出 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 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 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 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1930年11月 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 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 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 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 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 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 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 托人到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部计事件书 让曹菊如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 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徽章制度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 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 清晰的章程 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 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1931年2月开始 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英钦 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领主任 调集20万兵力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共约三万人 在毛泽东诸德的指挥下 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 于1931年5月连打五个胜仗 横扫七百里 共先敌三万多人 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 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 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 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 灵活激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 历时三个月 坚敌三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 鼓舞了苏西红军和人民的斗志 把干南和闽西的两块大根据地 连成了一片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准备的条件 1931年11月7日 太阳出声 朝霞笼罩着大地 胸前佩戴着大会代表正章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朝着瑞金叶平村的谢家祠堂走去 11月7日至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瑞金叶平村召开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 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 1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 组织人民委员会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行政机关 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 即日开始工作 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 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 经济政策 暂行税责 借贷条例 投资条例 财政条例 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 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 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 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 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 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 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 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 统一金融政策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 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选派毛泽民为行长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 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 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 和珍贵文献 在这里保存着一份 1939年6月12日 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 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 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 1923年初 毛泽民担任了安元路况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 在安元 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 实行活力多销 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 他还根据群众需要 派人去长沙 汉口等地 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 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元一年后 安元路况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 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 以及营业额利润等 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 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 最早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功能经济组织 就是我们安元路况工人罢工 成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当时第一论 这个曾荣 荣业主论就是毛泽民 后来到了第三 他当了总经理 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开始发行股票 在建筹资 这些服务的早期探索 在毛泽民的妻子前西军眼中 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见他算账时 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还夹着一支迎头小凯毛笔 随时记账 参加革命后 毛泽民先后担任 安元路况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 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 等职务 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 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 接受了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务后 毛泽民在绵江河边思考了很久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不同于地方银行 承担着统一苏区金融 支持革命斗争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 而自己面对的却是白手起家的局面 首要问题就是缺少银行专业人员 偌大的苏区 识资的人都很少 从哪里寻找银行的专业人才呢 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 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儒 不久后 曹菊儒带着两个会打算盘 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 曹菊儒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 会写羊马字的青年人 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 摸索着进行筹备 工作进行的顺利迅速 约两个月的时间 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 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 先后来到瑞金 聚集到了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 1932年初的一天 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 他在为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 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 印章 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 发行钞票 发行公债 发布通告 都离不开印章 由于物资匮乏 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 拦住了毛泽民 几经挑选后 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 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 边长2.4厘米 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张面 就这样 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的印章 1932年2月1日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 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的五位创始人 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 经过三个多月筹备 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 在瑞金叶平诞生了 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 只有五间 创始人只有五位 行长毛泽民 会计科科长曹菊如 以及赖鼠烈 莫军涛 前西军 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 可以说世界上最小的银行 开始就是20万元的注册资金 围剿反围剿的斗争始终没有断过 那么这个20万资金又很快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 所以实际上它是毫无分文 起步非常艰难 这份珍贵的档案 是中华苏北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 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 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 和会计科长曹菊如 共同撰写的 国家银行组织概述 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 其中明确记录了 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 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 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 即移缴五分之一的资本 在开幕不久 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 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 账面上航无分文 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 1932年4月初的一天 江西福建交界的亭江岸边 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 冰封直指漳州 工农红军刚刚站门脚跟 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缓解 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 主张中陆军改变行动方向 转向闽西 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 中陆军改称为东陆军 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陆军攻打闽西的龙岩 并向东南方向发展 1932年4月10日 红衣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 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 4月19日浮晓 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 经过激战 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步 4月20日上午 红军东陆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 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 漳州城西的枝山南路 茂密的大树后面 矗立着一座红楼 攻克漳州后 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 在毛泽东住所 毛泽民清土了自己最大的烦恼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了 却没有启动资金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漳州的商股 宣传红军政策 颁布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 接受商人捐款 依靠战争缴获和征集筹措 红军筹得了105万块银元 漳州大劫后 周恩来组织战士和群众 把缴获和征集的物资运回苏区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 大量的资金应该存放在哪里呢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所在地瑞金目标太大 设立金库的风险也大 毛泽民决定寻找合适的地点 设立一座秘密金库 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青 参加了勘查秘密金库地点的工作 32年我父亲给毛泽民当警卫员 我父亲和黄亚棠就到了张康村 这个地方变于隐蔽的 还变于书路的 毛泽民就把这个就选择了这 在石城县张康村附近的山脚下 毛泽民找到一处既便于隐蔽 又便于运输的地方 经过认真考察 这里被确定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 秘密金库 毛泽民组织人员清点黄金白银等资产 统一登记造册 把需要库存的物资运送到秘密金库 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青和战友们 承担了守卫秘密金库的任务 奉命在秘密金库 看守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炎热的夏天 战士们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考验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 在此后两年多的运转过程中 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 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 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 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在筹集了百余万银元 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 在叶平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 开启了发展和壮大 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